習總微服打的大公報造假道歉 習總都會搭的士? 大公報這個獨家報道是假的 大新華社說問過北京市交部是真的 不過人家三小時後就說是假新聞 大公報昨日報道上個月一日 這位司機大佬在北京古樓西大街附近 載了微服出場的習總和另一個男人 司機本來不認得習總 但說起北京污染勁 習總就說污染容易,治理難 政府都做了很多事要等見下 司機一聽就覺得他不像普通市民 轉一看才認得他 習總還問他每個月賺多少錢 他就說三千至六千都有 搭了二十六分鐘的士成為二十七元人仔 習總還在收據後面即直揮號 這個故事夠了嗎? 自閉假的呢? 竟然拿領導人來造假 真是好大膽 大公報已經發聲明道歉 還刪除了網上的報道 大公報的員工就慎 現在記者寫多少稿 有多少篇獨家報道 通通都會影響花紅 老闆又喜歡和文匯報比較 萬一做漏或做細了單新聞 至少要罰五百元 這麼大壓力難怪出錯的 1902年創刊的大公報 一向都是中共喉舌 凡是敏感的新聞都不會出街 但是去年他們曾經刷錯薄欺來鞋 今次有假新聞 預計有高層會被問責 今次連新華社都衰賣 喜聯社都不禁要問 為何一間和中共關係這麼密切的傳媒 都會誤報這個明顯有古怪的故事呢?